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次厂商给了我五支笔 那这是最后一支笔了 那一样的 他这次没有给我 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五支 然后呢那个盒子我就不拿出来了 那还是一样的 那这次我们把套给拆下 然后上面写了金豪 金豪书写工具 我非定制的套 这高级高级很高级 然后这样子 他给我说这个是琥珀纹 那还是一样啊 那一个这一次的话 那个看一下啊 那大理石纹的一个钢笔 然后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 呃尺寸上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的偏短的一个长度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到一样的 没有为了一体化 然后去做一个就一体化 然后去把这个地方做成一样的 那这一点也是给他一个好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几支笔以后粗细 那呃 这一类型的大理石的一个笔的话 像国产笔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粗细的尺寸把控的一直都还是不错的 就比起说纯数量或者老旗 就早期的那个设计的话 这一点的一个把控 他还是有的就是说没有故意做得很细 好 然后这样子无按间笔 那就不用笔键对比了 好 那个因为我是没有打开过这支笔了 然后一样的那个笔键就没办法对比了 那我们一样的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长度先 然后这个一样的MITUTOYO的卡尺 然后是 啊 137吧 136.91 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长度上来讲还是挺OK的 我发现不少人去注意我到我的那把卡尺 呃 大家都是高手啊 好 那个重量22.6非常轻的一支笔 然后这个 16.82 啊重量来讲的话就是还OK 也算是呃 怎么讲呃 不是特别轻也不是特别重 中规中矩的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呃 笔尖笔尖的话是一个按间笔 然后其实我很想讲赶紧讲这个 但还是得会再讲啊 这个地方我估计第一次看到一支笔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 那首先前面是那个 呃圆头的屁股头这样子一个打磨 然后笔尖的话 哎有条毛啊 哎这 还是什么哎 没事好看不见 好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前面的也是一个 嗯 鞋头的一个打磨 那也是一个刀锋打磨 然后呃 看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圆论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 书写的话还是偏中文为主的这样子一个书写 然后笔尖的话还是一如既旺的 就这一次的一个好像都是新品 所以说你看这些 抛光啊等等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非常亮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 再下来了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整支笔的一个设计了 那整支笔来讲的话这个怎么讲的好像弹笔的优势已经慢慢没有了 因为像这种大理石笔的话 你看 弹笔之前做的好像都是纯色的 他现在这一次还能做一个渐变色的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那个 而且还这个地方你们看还有点透 有点那个百丽金的是那只燕金灰吧 好像是叫八百的燕金灰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了 有有借鉴到 然后去做一个渐变 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个特色 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赞赏的 因为像我不知道渐变是不是很难做了 因为这一类型的笔的话 除非他纹理很特别了 因为你看我自己本身的两只 我都是选的纹理比较特别的 像大理石纹其实因为他比较普遍 所以说我没有故意去在乎过他了 但应该也不会很难的 但是这一次的话他这个地方做的有点透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怎么讲的 呃呃出其不一的 另外一个他这里有点透 那应该是跟这个颜色的深度有一个关系 然后再下来有一个地方防打滑的 前几天有个观众刚好跟我讲说 他的笔防打滑 那像这种的话就不会了 因为打滑主要是这个地方 前面的这个亮面 那他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做了 这样子一个设计的话 我个人觉得眼前一亮 而且你看这个 他是有斜纹的 你看这个像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用在这支笔其实这个视觉效果来讲 冲击很大 但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这支笔上面 因为呃这支笔的话 他大理就像这类型的一个笔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设计不是很搭 但是他这样子做有什么一个好的什么特色了 就是如果有买过鞋了 那个是泥吗 什么就是前面的金属笔 我乃至笔的话 这支笔跟乃至有同 呃就是那个同宫之庙 为什么这么讲 呃很多人喜欢说觉得啊 重心在这很不舒服 这一支的话重心就靠前了 那在重心上来讲书写的一个重心的话 这一支的话 他是有一个特色在那边的 前面很重 后面很轻 那运笔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写字特别好的人 那我不知道真正一个高手 要的笔是书写的笔是怎么样的 但是上书者不折笔吗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讲呢 比的很多元素都是很眼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组合起来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怪怪的 用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的 比较的话松紧度 你看就是他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放一个民间 就是那种一个设计比较到位 但是厂商也可能有他自己考虑 就觉得说啊 我放那样子一个民间 那跟普通的什么别的品牌 不就差不多吗 我这么一搞 那可能会眼前一亮 这可能是厂商那个考虑了 因为我自己摸过的笔很多 我看我自己的感觉 其实是已经盲目了 但是像他这样子 这样这次做的话 派克的那支什么 IM的那支一个鞋纹 然后再配上这样子的一个按间 然后再配这个大理事 的确是没有一支笔是这样子做过的 这点是事实 另外一个他亮面 再在这个鞋面的这样子一个层次处理的话 也前面我也没见过一支笔 是这样子来处理的 可能我看的笔还比较少 不不够多 另外一个就是 嗯里面的通透感还是非常够的 有琥珀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颜色上面来讲还可以再进步一点 因为整体的一个效果的话 笔甲上面来讲 像这种笔的笔甲真的很难设计了 嗯我自己看其实都差不多 反而是这个笔甲我觉得有点复杂了 有点把这个的一个大理事的 一个视觉效果给强调了 像如果是说我视觉的一个感受 我重点在这一块的 那像笔甲这些我我个人会把它落化 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怎么讲呢 像一个高级笔 就是可能是万宝龙那样子一个王法了 但是像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想把钢笔带给所有人去用 那就不会用到这样子一个思维了 那可能说我这里又要有特色 这里也要有特别 那像另外一个顶端的人 他才会去买这样子的一支笔 也可以让更多人去买 因为可能很多我就买一支金套的 那像这样子一支笔 他可能就很合适了 就是我想什么都有 那我什么功能都要有 然后我有这样子一个纹利 然后有一个特别笔家 那像对就真的是看那个买家了 而且后者的买家 他肯定是更多的 因为买万宝龙的人毕竟是少数 他是属于说前面20%的人 更多的是后面80%人 后面80%人愿意买的笔 那才是一支好笔 对吧 前面那些的可能就专门为了那几个人 但是后面的真的是人 就是说改变大家的一个呃呃 让大家体会到一些更多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了 好 那讲了这么多 我们先赶紧来上磨 我也很想试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书写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也很期待 因为呃他前面这里就是额是一个亮面吗 那你当你那个什么就是去上磨或者去插的时候吗 这个亮面也让你更好插 因为我记得派克那一次那一支的话这里呢写文好像有点是比较难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然后像这个的话这支笔我就不插了 我就直接这样子啊 我平常就这样子 然后一上 然后我就一挂就结束了 那可能是我用的是民间笔了 所以说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呃就没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就呃这样子挂墨的一个情况 那最多就挂在笔尖上面嘛 好那个我们赶紧试写一下哦 这本这个本子好像也写的比较多了 就快弄完一本了 结果还是那个视频没有没有拍完一本的时候就没搞了 哎真的是 金好 然后这一支是 嗯 看一下 200 金好200 为什么定义是200的 前面那支100 这一支为什么定义200 就是我一直没太懂就是国产品的那个号码的定位 哇这个鞋感很不错 很有 哇说不出那感觉就有点英雄100的那个感觉 然后这样子 呃多么肯定没有问题了一上摩的时候就非常顺了这样子一个我试一下压一下肩了 哎 还有一点点弹性还不错哎 然后给你们先听一下这个声音了 对也是非常接近现代笔的一个书写书写呃一个书写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反写 哇这一次金好书寄过来的五支笔都都能反写 这质量真的是腻贴了这一次 然后这个感觉吗 他有那个他的一个阻尼感是怎么就非常顿挫的阻尼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阻尼感 那这种阻尼感跟哪一支比较接近就是万宝龙第六146第六代的DF间 跟那一支的一个阻尼感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很顿的那种刮的那种感觉 但是呃写起来的时候又跟那个原子笔非常接近 那就是这一支笔是很接近那个书写感受的一支笔了 但是它是暗接跟明间当然有点差别 那一支的因为他的笔的跟指的接触面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这支短一点因为暗接吗空模比较好 那相对来讲那个感觉会稍微弱弱化一点 但是那样子这两支笔的阻尼感非常接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一个出息 但这一支的话有点意外的是它这个出息来讲的话是刚刚好0.5了 那因为那个暗接比的话我的定位是那个0.38 我通常给他明间的话我通常会给他0.5了 但是暗接我会给细点但也没关系 反正0.5基本都能写 那0.7的话基本上就很难像现在这样子去爬个子了 反正呃我这个本子跟以前也没什么变 国语的也不是很贵 然后就是也不会你看我其实我用那么多支笔吗 我都是正反面用我都没有用当面 其实也不会透底这样子好 然后再下来再回来讲这支笔啊 顿缩感非常的棒 那个鞋感上面来讲真的有他自己的特色 再加上这样子一个笔握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像英雄那样子去就是说跟别的笔的一个型号去进行一个替换呢 这真是一个呃比较不错的一个总成了 就是我单单拿这个总成如果换到英雄100 或者换到别的笔上面 我觉得已经加分非常非常多了 就比起英雄100那万年不改的那个设计 我只要改这个我这个就完全新式就不一样 整个档次价值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欣赏出来的那个就美感上面来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支笔真的也是很特别的一支笔了 那如果是说呃我想一支很实用的笔 然后又有点烧 然后这支笔又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定位了 呃而且我现在就这样子张默就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了 我个人平常就这样子也没有就真的是拿来用 我很少说啊我买回来我就买回来看我通常我买回来我一定会用这样子 所以说像有些特别贵的笔的话呃怎么讲呢 呃有时候那支艾成没怎么去写 有时候也是不太好意思的 因为正常不用我觉得真的这次也不是笔对不对 好那个视频呢就大概到这里吧 那反正这次寄来的五支笔都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就是在原本的一个呃 基准线上面又提升了一个高的一个就又把基准线又给提高了 今后真的是好那有什么我讲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现在这么看哇真的琥珀呢感觉真的非常的美 嗯又还啊回到刚刚那边啊 如果是说想交流的可以叫微信 然后我呃会把你拉到那个微信群那边去那 大概这样子吧那如果有常常再寄 寄笔过来的我会再继续拍视频 那平常的话我还是样我就不更新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